三年前南京博物馆考古人员在龙盘路399号一个在建工地上发现了通济门城墙的遗址 当时相关部门表示说要打造一个城墙遗址公园 但是三年过去了附近居民发现不单遗址公园没有建成 遗址所在地反而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 看现场 1963年通济门城墙最后的石吨被清除 这个明代最庞大的城门从此在南京人眼前消失 三年前考古队员找到了当年的城墙遗址 并且推断出是通济门西侧城墙 虽然城墙被拆除了 但是在现场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城墙拆除之后遗留下来的墙基 墙基全部是用大青石堆砌而成的 一条是东西走向的 而另外一条呢则是南北走向的 发现城墙遗址后 文物部门表示 如果将多次考古数据汇总 有望还原历史上完整的通济门 在龙盘路399号 要尽快建了一个城墙遗址公园 当时南京多家媒体报道了此事 附近居民也一直期待着这个公园建成 然而三年过去了 这里却成了一个垃圾场 整个垃圾场 臭气熏天 因为无人管理 城墙墙基处也污秽不堪 这些垃圾都是东城水岸小区居民清道的 虽然垃圾场很快就会清除了 但居民想知道 这个规划了多年的遗址公园为何搁浅了 记者向南京城墙管理处了解情况 城墙管理处表示 没有建成的原因要向南京市文物局了解 南京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块地皮属于东城水岸开发商所有 当初开发商就是在施工的时候 发现地下有墙基的 文物部门介入后 遗址得到了保护 但是用这块地皮来建遗址公园 一直没有沟通成功 把把这个遗址让出来 做个遗址公园 然后边上做一点建设 因为这块地毯让出遗址 可能这个建筑高度可能需要提高一点 但是可能这个方向 对话里面还没通过 记者从南京市规划局了解到 开发商建房高度规划 是无法随意调整的 但是考虑到为文物保护让地 他们正在协调 文物局表示 只要规划批复下来 通济门遗址公园的修建 就会成为现实 从目前来看 他们需要加强监管 不让文物遗址再被垃圾填埋 江苏城市频道